我们可以单独练习这一部分,即是第三阶段的慈爱心禅修 或者可以在练习第一阶段的慈爱心禅修后继续这一部分的练习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慈爱心禅修后继续这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以正知来练习这一部分的禅修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结合心咒来练习这一部分的禅修 即是说我们可以将这一句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取代为心咒或者是佛号的 无论你练哪一句,请记住 在练习整个禅修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地生起和放射出慈爱心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前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右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后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左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四面八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上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放射到你的下方,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将慈爱心,好像太阳那样散发出阳光,向外放射,在心里面说 愿一切有情众生,欲眼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 无论大势,愿近,都愿你幸福快乐 轻松自在地将你的心安住在这个善意之中 到处放射出慈爱心 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在这个状态之中 你可以随时结束这个禅修的练习,然后继续你的日常活动 请记住,我们要尽量时时刻刻地生起和放射出慈爱心 即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office或者是学校 驾车或者是搭车的途中 在商场或者在健身 无论你在做什么,在哪里 我们都要对所有人,对一切有情众生 都有深切的,无私的爱和善意